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多很多很不错的 很有为的 长得也蛮好的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女孩子 很多没有结婚的 又没发现这个现象 对啊 那现时代不同了 也许她的想法不同 还有各种条件都不同 也许她没有碰得好的 或者是她碰得好的错过了 很多都有这种情况 很多就这种啊 而且在你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算命阿姨也常常会碰到 我碰到一个妈妈 女儿32岁急死了 恨不得马上马上嫁出去 我们有个成语 女大不中流 流来流去 流成仇 你觉得这个会准吗 不说准 有这个取向吗 流成就是妈妈的仇嘛 就希望她能够找个对象 因为我们所谓的阴阳之说 就是男女必定要有结合 才能够生出下一代 才会生生不息 如果说没有碰到这种能结合的话 那表示这个人孤老一生的话 我觉得是蛮凄惨的 因为慢慢的啊 生活圈子又窄了 然后心理上不平衡 又产生一些后遗症 那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事情 还要再照顾一个这么大的女儿 她也是会忧愁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 好像说是三十岁左右了 如果没有结婚 父母亲就着急了 那现在差不多是 三十五到三十八算是晚婚 三十才算是晚婚 我的想法 我们可以谈谈每个 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 和观众朋友 你听到节目的时候 你也自己也想一下 我是认为说在我的看法 当然现在孩子很多很多是 过了四个年龄没结婚 第一个我是比较相信缘分 第二个也是觉得说急也急不得 你急来不好也没用 对啊 选到一个不好的对象 不管是男孩子 我们也会着急嘛 对不对 女孩子当然急的比较多 因为女孩的青春比较有限 而且这种迹象越来越多 就是现在求学的年龄的小孩子 但是呢都会想到多念点书 然后念完书以后就要创业嘛 或者是工作嘛 那有压力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比较难有心思 撞到这个感情上面 那一般来说在我的感觉里面 通常呢就是说你在青春时期 比如说你在念大学的时候 谈的恋爱比较容易找婚 那进入社会以后比较难了 因为进入社会你碰到的人 是各色不同的 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单纯 比较没有那么单纯 而且考虑的也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女孩子 如果她自己本身条件不错 或者是她自己本身 就可以养活自己 而且还绰绰有余的话 她又觉得我结婚干嘛 我去找一个累赘 或者是说 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很优秀 那有这样想法 就要门当户对 结果找不到 因为门当户对男孩子 他不一定会找你 他可能会找一个 稍微乖一点的 听话一点的 学历没有他那么高的话 夫妻之间在两性沟通的时候 他比较占优势一点 是 交朋友很容易 也不容易 但是相处 然后再结婚 这中间呢 它是一个学问 也是一个 应该用技巧来讲 技巧就是说 女孩子嘛 该硬的时候要硬 该软的时候要软 柔软的时候 要见风转舵 可是如果太硬也不行 太软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呢我想 我们也许可以从面向里 找一些蛛丝马鸡 就可以知道这个女孩 对对对 是属于晚婚的原因 对 晚婚的原因 那譬如说你未婚 然后人家帮你安排了一个相亲 然后你就可以看对方的面向 你可以知道 有些蛛丝马鸡 现在小孩子啊 你敢安排说去相亲 他理都不理你 不一定哦 在我手上有好多 对啊 对啊 那你还是那个黄媚婆啊 快要讲杭做媚婆了 算命阿姨生意不好 人家都做指甲彩绘了 做媚婆算 好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说女性 女性如果比较晚婚 通常来讲就是说 这个我看过的女性 有时候额头好高好高 对 那我们都说很聪明啊 我们说coco coco 很聪明啊 那额头突出的人 性格上会有点像男孩子 嗯嗯 比较豪爽 感情跟事业呢 他会选择事业 事业 他比较独立性嘛 不懂的爱情之道 所以啊 比较容易晚婚吧 或者是不婚哦 哦是哦 嗯 那这个办法 这个额头突出 那天生的咯 就是没办法了 那种额头高的女孩子呢 就非常早熟 而且容易胡思乱想 嗯嗯嗯嗯 所以呃 常常会自寻烦恼 想太多 老是觉得呃 教了一个男的呢 他会想想到 哎 那个人是怎么样啊 是家庭好不好啊 或者是他的学历啊 不够我高啊 或者是这个人好笨啊 那个思想不能够 不能够有共通点 然后没有来电的感觉 所以咯 嗯 古人的话很有意思耶 嗯 女子无才便是德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去回想一下 他们有他的一个玄机在里面 嗯 就比较有道理 那那如果说这个眉骨啊 眉毛 我们往下看的话 眉骨眉毛 嗯 或者颧骨这三个部分呢 好 如果眉骨突出的话 这种人就非常独立 做什么事情呢 很专注 所以他可能专注的事业 就忽略了感情 眉骨突出呢 嗯 女人身男人男人帽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引起对方的这个这个兴趣 因为他觉得 哇这个人 这个人好像是很凶啊 嗯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眉毛比较稀的女孩子呢 他就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然后一副懒洋洋的 有点不在乎的感觉 感觉说啊 你大概不太会投入在感情里面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就说 哎这个柳叶眉 嗯 或者是眉的很漂亮的 那相对来讲 有一定宽度 有一定宽度 相对讲起来 当然那个就比较漂亮嘛 是 比较漂亮就容易对方看起来 哎很柔和啊 如果说柳叶眉是柔和 太气疏了就好 没气 没力气 对啊好像没气 然后你你娶了她以后 你要啊 什么都要照顾她 像照顾小孩一样 嗯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提到这个颧骨啊 颧骨也就是 嗯 常常讲的说这个颧骨高 我们都知道嘛 就说以前就听过说颧骨高 就就就就容易抓颧 对 也会容易晚婚 颧骨高的女孩子呢 事业心通常都很重的 嗯嗯 因为要要权嘛 是 所以她的思想比较中性 而且有时候如果个性啊 火爆起来的话 就会跟人家吵架 所以啊 感觉上你婚前婚后啊 都很容易 因为一点小事跟人家吵架 然后不服输 是 所以这个也容易 因为容易跟男朋友吵架 当然要晚婚啊 对 那再来就是这个 我们在以前讲过 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 来用面向来选择 只是给你参考 只是给你参考 而是说给你做一个参考 因为通常你看到 哎 或者你自己本身啊 大概这样你就知道啊 我都可能就是晚婚的迹象啊 那还有就是说 那你上次有跟我讲到说 那个桃花眼啊 是 桃花眼照理讲起来 应该不会晚婚啊 是 眼睛桃花很漂亮啊 是啊 很供引人啊 很吸引人啊 对不对 那桃花眼呢 也许会早婚 好 那因为桃花眼通常漂亮 人家才会有这个兴趣去追她 可是桃花眼的人呢 他常常会心神不定 嗯嗯 那容易惹来烂桃花 嗯嗯 追求的人又太多 然后如果说把持不住的话 或者是受别人影响的话 那早婚的话就容易遇到问题了 那遇到问题的话 所以他还是适合 为什么说桃花眼的也适合晚婚 晚婚是不是比较理智一点呢 是这样子 那也是啊 就是说早婚的话容易离 我们讲说早婚离 早婚离 早婚离 对啊 所以这个桃花眼不好 但是呢 如果说你桃花眼 没关系 余伟文太多 余伟文年纪大了 当然有余伟文啊 可是年轻人也有啊 有啊 有余伟文 因为余伟文呢 就是劳碌命的那个倾向 所以什么事情都交给别人做吧 不要那么不放心 那你凡事势必公轻的话 你就累了 对不对 那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余伟文自然就跑出来了 有些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有一些余伟文 那这个也是属于晚婚 晚婚的迹象 这种的夫妻缘就比较 比较不好 要不然的话就是生育力差 或者是你的生活太多彩多姿了 所以这也是属于容易晚婚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说 从一些的迹象看出来 它容易是晚婚的 对对对 那你如果说你余伟文多呢 然后又眼睛发亮 眼尾啊 眼尾 我们一上次说这眼尾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婚姻 婚姻的那个迹象 尖门 我们讲的是尖门 尖门 那如果说 提到尖门的话 它就是连接着眼尾 对不对 好那你眼尾 如果有余伟文的话 直接就冲到了这个所谓的尖门 那这个尖门就是我们没跟眼睛中间 往法纪那边过去 如果是凹陷的话 表示你的感情就会有问题了 眼尾低线呢 就是尖门低线 那这个 这种人呢 就会比较做事比较偏执 以自己为中心 那感情的关系呢 他就会充满了什么 计算跟 跟猜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可能考虑太多 希望嫁入豪门 又怕对方是一个假豪门 又怕对方做不了豪门 那像这种的话 就会感觉上这个婚姻 会有一些 晚婚的迹象 因为他考虑太多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除了晚婚之外 那还 还会措施很多良机 这样子 好我们讲到眼睛呢 那我相对的想请教这个黄媚婆 那个耳朵如果高低不平呢 耳朵高低 我们今天不是讲面相吗 只是就黄媚婆的经验 来给我们大家提供 没有问题 我今天就做一次媚婆 我不会介意的 两耳高低不平的女孩子呢 容易在婚姻上遇到了阻碍 为什么呢 因为尖门后面就是耳朵 嗯 那如果一个高一个低的话 就表示有了障碍的话 那这个就会就会引起 你说你说高低不平会 就是个障碍 因为跟尖门有关系 对跟尖门有关系 而且而且常常看人呢 就就看错人 哦这样子 嗯看错人 我说两个耳朵 有人有不平吗 有 我看的都很平呢 有 我都没注意 就常常你选的都是最不好的 噢 觉得你觉得这个人很好 你选的时候觉得 哎这个大概是我的真命天子 可是嫁过去以后 完全不是那回事 不是那回事 就发现不对了哦 是这个跟耳朵会晚婚 你看上去也是有关系 那还有这个耳朱呢 耳朵的就耳垂了 应该是耳垂 我我看过有人的耳垂 厚厚的 那那个时候我 我大概知道一点面向 我就知道说 哎你一定晚年 不是晚年小小时候生活很好 嗯 他说对啊对啊 你怎么知道 对对对对 如果说是没有耳垂的话 当然是早年 我们讲说 14岁 就是走耳朵运 你如果没有耳垂的话 那当然家境贫寒 或者是家道中落 那所以在家里比较贫困嘛 贫困就比较 就会感觉到你个性上 就比较收缩了 然后这个不愿意付出 而且通常没有耳朵的人呢 他我们讲说面向上说 这种人的比较好胜 嗯 他喜欢强出头 然后反叛性也比较强 那有时候就 在感情上呢 他就不愿意先付出 他希望先看到对方有付出 他才会付出 嗯 那也是会错失良机 那有些人看你哦 跟你追了你半天啊 你没什么表现啊 那就错过了 错过啊 所以说女性容易晚婚 通常从这些面向呢 就是说 跡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嗯 所以女孩子有时候 如果有好的这个对象的时候 这个机会要靠自己 对不对 也要靠自己去 对呀像没有耳垂的话 你就去打点玻尿酸 黄美婆说的 要打点玻尿酸 我们讲过面向 其实我觉得那个 现在的这个医美呢 也帮我们女孩子很多 可以 譬如说你没有苹果鸡 你打个苹果鸡 看起来很可爱 没有耳垂的话 稍微补一点嘛 感觉是让人家觉得 你没有那么反叛性 嗯 对 你说像韩国的这个明星 每个人打的一样 我都不认得 每次我看 有的时候看韩国连续剧 到底哪个是女主角啊 好像都是女主角 哈哈哈 对对对 对对 对我们当然这也是开玩笑 就是有的时候 偶尔就像眉毛不好 我们现在就是去闻闻眉啊 对啊 去闻出来啊 很好的照 对啊我觉得是不错的 整个把形象也可以改变啊 那鼻子不高 可以垫垫高鼻子 这个深入性的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觉得很恐怖 那如果鼻梁一般来看 我看过说人家好像说半一跤 那父母就会问说 哎呀有没有弄到鼻子啊 有没有破相啊 对对 鼻子很重要 譬如说你鼻子啊 如果摔断鼻骨的话 那个鼻子就弯掉了 这个起码影响到 多50岁左右的这个运气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小孩小男孩 不管男孩女孩 父母就会说 哎呦没有破相啊 对 可见中国人在这方面 还是有他这个独特之处 嗯嗯 好了刚才讲的独特之处啊 那你说什么独特之处 如果说你的三根 好就是我们这个鼻子 鼻梁骨 鼻梁骨 鼻梁骨上下 很低 好那个就是三根 好三根上面 如果有横纹的话 又低又有横纹 又低又有横纹的话 这当然不好 因为经历过很多这个挫折 好那因为你想想看 忧愁从从额头跑到了 跑到了鼻子 嗯嗯嗯嗯 是不是就会有这个 嗯嗯嗯 大风大浪啊 那所以这个 通常像这种情形的话 嗯嗯 就会碰上 几次 这个育人不俗啊 或者是婚姻上的变故 要小心一点 对 那还有鼻梁上面有结的话 这种人是固执啊 还有一块这个突出的 这个就就就就比较不好了 那像这种的话你就 就要注意 因为这个鼻梁上有结呢 表示你这个人很固执 嗯嗯嗯 那这个女孩子呢 都非常自我 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也是很倔强的 别人的意见都不会接受 所以呢 这种呢 就比较适合晚婚了 嗯 很像说那个嘴巴 嘴巴现在很流行 那个厚厚的 但是以前呢 性感 以前那个女性的嘴巴 就说哎 小小的宝宝的樱桃小口 所以每个年代 喜欢的不同 那这个嘴巴 嗯嗯嗯 那如果说 嗯 就感觉上 男人见到她 不太有兴趣 嗯 那以后去 小真美容也是 所以现代人喜欢看起来 这个嘴唇薄呢 让人家感觉是比较聪明 比较睿智 而且比较计较 所以男人 通常男孩子呢 就是希望 能言善道好像 哦 对就有点得理不让人 对对 所以男孩子就不太能选这种 不喜欢你跟他争辩 对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晚婚 嗯嗯 嘴角下垂 哦 嘴角下垂很严重 我们现在老了 像我现在老了 就嘴角下垂一样 那种 所以 所以 所以没有桃花印了 哈哈哈哈 好嘴角下垂呢 看上去比较像生气的样子 是不是 苦瓜 哎 所以这个你 常常要微笑 常常要微笑 对 把那个嘴角提起来 对 你生气的样子看起来 对对对 看起来人家就不想接近 嗯 那人际关系就会变差 好了 所以就很难碰到这种情投意合啊 或者交心的朋友 你看有些中年以后的男女结婚呢 他们都是笑咪咪的 对啊 以上所讲纯属虚构 如有磊同 多请原谅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好那谢谢黄老师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